您最想关心的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贸易赤字 中国大陆到底是怎么解决 这是贸易平衡的问题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准入 因为美国有一些行业没办法进入到中国大陆 包括它的金融 保险业 还有其他的行业都没办法进入到中国大陆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真点的部分是技术移转 因为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用市场来换取 美国公司进入到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个交换条件 所以不管在制裁保护也好 或者是在技术移转的要求也好 都不符合整个国际的游戏规则 所以第三个真点的部分呢 是谈整个技术移转的部分 那第四个是所谓的行业政策这一块 刚刚我们有提到的部分 你怎么在中国大陆本身的商法的部分呢 必须要做开放 包括禁止中国的国企也好 民企也好 禁止这样的一个技术转让的特别要求 所以呢 都是有关于 它必须要修订整个行业政策的一个内容 是 所想大家也很关注 所以我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些国家重点 补助一些产业的话 是不是也对美国来讲 他们也是非常关注一个部分呢 这个议题是长期关注的议题 因为美中贸易逆差的源头 很多是认为国企接受中国政府的一个补贴 那这些补贴的部分造成不公平竞争 第一个是不公平竞争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它是保护主义 让整个国外相关的产品或产业 没办法进入到中国大陆 所以呢 不管在国内外的竞争呢 是充满着不公平竞争的一个程度 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一直要求 中国在市场开放 在保护主义 或者是在技术预长的部分呢 它是非常非常的坚持 好 非常谢谢黄照人所长您的解析 那么在最近就是美中贸易谈判当中 主要是针对包括制裁权 还有贸易赤字 那么还有产业政策 这几个部分呢 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磋商 不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关注就是 在12月1号开始 是处于美中贸易战的停战期间 不过呢 持续都做了好几轮的磋商 不过呢 如果美中在3月1号之前 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 川普总统他说 美国将会对价值2000亿美元 中国大陆货品课征关税的税率 从10%调高到25% 如果这个税率调高之后 所长您观察 对美国还有中国大陆 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 就是说会不会真的是课征到3月1号 会不会真的去课男子恶属这件事情 那其实美中两国都是大国 所以呢 三个月要谈怎么解决3751这件事情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呢 基本上两个国家呢 都要给彼此面子 所以呢 我个人的判断 我个人的判断 就是说 他会在这次21号 中国副总理刘鹤去访问的时候 他们会一定会签订一个 暂行式的谅解备忘录 暂行式的谅解备忘录 它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让两个国家都有下台阶 就是说有一些项目我们已经同意了 那有些项目呢 没办法在3月1号同意的时候呢 我们延长继续谈判 所以让这个25个percent 要客家2000亿的这个关税里面 可以打一个延长赛的一个部分 我们再往后延三个月 来看看中国大陆在后续这三个月 或甚至于在另外一个三个月的 一个内容的部分呢 它能不能满足 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 这件事 是 如果说万一这个3月1号之前 双方没有把它谈成有一个 可能初步的协议 就是如期的把税率调高之后 您觉得对于美国和中国大陆 各会产生哪些影响 而且哪些的产品或是产业 会受到比较大的憧憬呢 这影响会很大 假设3月1号 他们真的是试破脸的 那美国真的是要克25%的 美国受伤的产业有哪些 第一个一定会 它的汽车产业会受不了 因为包括那福特汽车 G&M 还包括电动车等等之类的 要卖到中国大陆市场去 它会克征25%的关税 那完全是没有竞争力的一个产业 那会打垮整个美国汽车工业的一个内容 那另外呢川普也在积极扶植他的钢铁产业这一块的部分 跟汽车钢铁这些重工业都会受到影响 包括他人员都会受到影响 那对川普杀伤力更大的是农产品这件事情 因为农产品如果大逗你克征了25% 那美国中西部这些农民是选举快到了 这是他美国总统的大票仓 那川普怎么去说服这些中西部广大的农民朋友 我选总统说连票再投给我 那会让整个大票仓这一块的农民 他必须要去转向 因为他的产品没办法卖到 他目前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我们看到的部分 就包括汽车包括农业 其他这些相关的包括电子业 包括苹果你怎么办 苹果手机这件事情你怎么办 因为克征25% 那你供应链没办法 一时就全部就赶回到美国去做生产 所以美国这方面也会措手不及的一个部分 那相对的对中国大陆影响也会更大 因为他那个扩散效益的一个部分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同样的一个制裁的一个措施进来之后 特别他的电子业 因为中国大陆他最依赖的一个出口创汇的部分 就是跟电子业相关的部分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美国对华为设备 采取非常强硬的一个做法 还包括跟中心通讯这一块的一个部分 不管是华为或者是中心通讯 后面都是有国家支持的嘛 而且是他在发展整个5G 后续整个产业 包括非常前瞻的高科技的部分 那这些一打下来的部分呢 会让他的一个出口呢 会急剧缩小 所以对于整个中国大陆的影响呢 也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如果万一呢 谈判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 如果真的加上的话 真的是对美国还有中国大陆来说呢 这些产业都会受到相当的冲击 我们刚才我们也提到说 美国2020总统大选即将到来 那么我们也留意到中国大陆 也要在三月召开两会 所以大家都可能会认为说 美中贸易战是一个延长赛 那么所长你来看 在美国还有中国大陆双方 对于贸易战他们的考量跟底线 会延长到什么时候呢 或是他们现在 也许会签一个谅解备忘录 最后下台阶 你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我想两国就我们刚刚所提到 会给两国一个面子 有一个战型的谅解备忘录去进行 那我想中国的目前的谈判 对于刘鹤带领的整个一个 经贸谈判团队里面 而且面临到 不管是在中国制造2025 或者是他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逐渐下行的现况的一个部分 他们谈判策略可能会用 所谓的以退为进也好 或以柔克刚也好 或者是持盈保态也好 或者是百折不饶也好 用中国式的谈判的这种哲学 来因应美国老英式的一个谈判的方法 那美国谈判 谈判的部分他把他的要件前提 他要东西的目的非常清楚 所以美国的谈判就是两个东西 你跟我配合 我就萝卜给你吃 如果你跟我唱反调的话 我就用棍子帮你打下去 所以中国在谈判的过程里面 他会想说 我在萝卜跟棍子中间 我怎么去做一个选择 那我是不是要用以退为进 我先给你一些面子 然后我尽量买你的美国产品 让你川普政府有一个下台阶 那我主力买了产品的一个部分 包括你的飞机 包括波音客机 我就尽量买 然后大豆的部分 农产品猪肉牛肉 你能够卖的我全买 这个部分 让整个贸易逆差 我提出一个时间表 3750亿 我是不是分三年 等于是三年分期付款的方式 或是四年分期付款的方式 让它能够降到一个合理的 一个贸易逆差范围 因为要全部解决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合理的范围 是要降到1000亿以内 还是要降到500亿美金以内 这样的一个公平贸易 或者是处理保护主义的部分 应该是这次谈判 非常重要工坊的一个地方 非常谢谢所长的观察跟说明 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访问到商研院商业发展与策略研究所所长 黄兆仁黄所长 针对美中贸易战 目前正在进行新一回合谈判 双方各有哪些关注的焦点 以及考量 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解析 在节目下半阶段 我们将继续针对相关议题 请所长为我们进入分析 节目上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阳广记者 王伟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坦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从政经寝室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破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力杰 韩起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的是 商研院商业发展与策略研究所所长 黄兆仁黄所长 继续请教所长 那您观察 美国在这次谈判中 或者未来接下谈判中 他们希望拿到哪些筹码 另外中国大陆 它的底线何在 我想美国要的一个筹码的部分 就是我农业的问题 你要帮我解决嘛 这是一定的嘛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市场开放 然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它要加大进去的部分 就是金融跟保险业 因为美国最强大的产业 是金融跟保险 当然是还有航太的一个部分 因为金融跟保险 占了美国GDP将近80% 那全世界我们看得出来 就金融跟保险 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它几乎是不让这些强国进入的 所以美国它在整个一个筹码的部分 就是会提到 就是说我们谈到市场要准入 市场要开放 要公平贸易 要处理逆差 那你在金融服务业 保险服务业这一块的部分 你要让我进去 而且做公平的一个竞争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部分 就是高科技的一个保护 为什么美国要打 华为跟中芯通讯工程 这两家国营企业相关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在发展5G的一个产业 而且发展非常高科技的线上 相关的这些无线通讯的一个部分 还包括人工智慧这一点 那这些内容可能会跟美国 在整个高科技的竞争 形成一个重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美国会要求中国大陆 因为你在做市场保护 你在做违反的市场准入 而且你这么大的部分 你必须要立法 让这些所谓的侵犯 制裁的部分 你要明定规定 而且如果被我发现的话 我要怎么去做一个 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处置的一个方式 而且要罚款 让你不敢越雷迟一步 那这样的话呢 它才能够让美国在全世界最竞争的 这些电子电机相关的这些科技呢 能够为在中国大陆的美商 或其他外商呢 做服务 做市场的一个衍生 这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中国大陆的筹码有哪些 因为中国大陆 因为提供了美国消费者 非常廉价的消费性的商品的一个部分 那这些廉价的消费商品呢 包括什么 我们看到的3C的一个产品 还包括为什么它能够用到 大家还付得起的苹果手机 这个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廉价劳力 相对于美国的部分呢 提供给美国消费的应用的一个部分 还包括玩具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家家户户哦 你会看到说 他们家可能用了30%的商品 或是40%的商品 重来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克征了25%的关税 那代表的意涵是什么 美国的消费者 可能必须额外支出 这些生活的消费品 25%以上的价差 所以美国的消费者会不会反弹 这是中国大陆 他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筹码 那另外中国大陆最大的筹码是什么 我有13亿的消费的人口啊 你美国的公司 你美国的商品 要不要进入这13亿 13亿是一个很迷人 而且是上升板块 所以这种东西里面 也是在谈判里面呢 做整个角力 非常重要交流的一个意见的一个部分 好 那么对于美中双方持续进行磋商 谈判整个贸易战 未来的发展 非常谢谢黄照仁所长 那么您的解析就是 双方各握有筹码 也有各自的考量跟底线 那么持续就是 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有关 美国正寻求中国大陆承诺 不要让人民币贬值 来作为结束双方贸易战协议的一部分 而中国外交部呢 则是期盼美国 不把这个汇率问题政治化 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报道讯息 不晓得 所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因为3750亿的贸易力差 而且它要怎么去克服 这个关税25%的问题 因为25%代表是说 中国的商品在美国市场 是没有竞争力的 那以美国的思维里面 它会认为说 你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嘛 那中国的业者怎么办 他一定期待说 我人民币贬值嘛 那人民币贬值代表什么 我的生产的一个总成本的部分 我是降低的嘛 我可以更用 更廉价的劳动力一样 或更廉价的资源 来生产这样的一个商品 来你贫 因为你关税增加了25% 那最好的方式就让我人民币 来做相对的贬值的一个部分 这是个变相去因应 整个一个关税的做法 所以美国也看准了 中国大陆的 不管是在企业或者是政府 你说你上有政策 那我下就会对策嘛 那对策我就是透过 这样的一个汇率操作的部分 让人民币来做贬值的部分 让我的商品呢 在国际上还是维持我的竞争力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个美国一直指出 中国大陆你本身就是一个汇率操纵国 你要让它升就升 要让它降就降 对我不利的时候呢 你就升或者是降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发生的关税 不管是增加10% 25% 那对我的出国的竞争力 是杀伤力的时候呢 那我就应该让它贬值啦 我是一个操纵国嘛 我的政府就操纵整个汇率往下降嘛 那往下降的部分 让我的商品在国际市场呢 我的包价可以更低啊 那更低的部分 我的竞争力就可以越强嘛 所以让这些关税的一个手段呢 能够变成一个无效的手段 或是工具的一个部分 所以美国呢就会说 这个东西里面 你不能用透过这样的一个汇率的一个操作 让整个这样的一个 对美的贸易逆差呢 完全走了位 所以他们是非常审慎 而且去关注 而且财政部长一直盯着在看的一个部分 是非常谢谢所长解析跟说明 那最后请教所长 您刚刚谈到说 可能他们双方会有一个谅解备忘录 让彼此都有个台阶下 那您观察 双方可能在短期内呢 渴望在哪些领域达成一些共识 一般谅解备忘录 他们可能是暂行的概念 一样他会说你贸易平衡的概念 就说会提到大方向 就是你每年会对美采购多少 对美的贸易的这样的顺差降低多少 然后在市场准入的部分呢 他会配合中国大陆前一阵子 不管在市场开放也好 或是对外商管制的一个松绑也好 这样的一个内容文字的部分呢 把它也给类入 那技术移转的部分呢 我个人的推测呢 就是说他应该会提到说 中国大陆会配合修法 然后呢 不会强制用市场来换取 整个技术 外国的技术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呢 整个会说我的市场是符合整个 公平贸易等等的一个原则 所以在整个谅解备忘录呢 他会做大体的方向去指出 他不会指出细项 因为细项某种程度呢 在谈判的过程里面呢 还是有点复杂 在大项的过程里面 说我朝这个方向去做 而且呢 我会有一个时程 很重要 他的时间会 可能会把它列出来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这是美国会要求 这样的一个做法 来做一个检定 就是类似 一个KPI 进度的一个检定表 才不会说美国 我也知道你中国政府 或是中国的经验 我谈归谈 那你做归做 那这样你是没办法去符合 整个一个川普政府的一个期待 那如果你没办法符合川普期待的话 我怎么下一步要做 更严厉的加征关税的一个做法 好 非常谢谢所长您的解析 有关美国还有中国大陆 最新回合台派是否会签 战刑式的谅解 被忘录 我们持续观察 我们在今天针对美国暂缓 调生对中国大陆关税 截止日期到3月1号 而化解美中贸易战的新回合谈判 在这两天在华盛顿举行 那么双方贸易谈判 主要征结点 到底在哪些部分 还有渴望在哪些领域达成共识 在今天非常谢谢商严院 商业发展与策略研究所 所长黄赵人的探讨解析 谢谢所长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所长 谢谢 谢谢